美军炒作战舰数量比中国少 美媒总吨位至少超一倍 据美国媒体福布斯网站报道 美国国防部近日在其发布的 关于中国武装力量的最新报告中宣称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 在上周发布的美国国防部 2021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显示 中国海军有355艘以限作战舰艇 分为三个舰队 沿中国海岸排列 而对美国来说更糟糕的是 中国海军有望在2030年前 再增加70艘军舰 而美国海军最乐观的估计 可能只是增加42艘舰艇 但是在这中美两国军舰数量对比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美国海军服役数量最多的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排水量 高达9500吨 美国舰队的排水量总多位约为450万吨 而中国舰队可能也就略超过200万吨 美军舰艇排水量更大 是因为除了部署在日本的舰艇外 美国海军的许多舰艇都必须从圣迭戈 夏威夷或华盛顿州的母港出发 在行驶数千公里后 才能到达菲律宾海和南海等 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战区 因为中国只是计划在自己的后院执行任务 所以根据该国的战略 可以安全地部署数十艘护卫舰和轻型护卫舰 而这些相对较小的舰艇 将不会在美国的舰队中服役 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也有例外 亨德里克斯说 这可能是扩大美军海外基地基础设施的一个 使美国舰队能够部署更多的小型舰艇 而只要美国海军认同麦克格拉斯的观点 那么他可能就会继续选择排水量大的战舰 而不是众波小型舰艇